习近平在华沙瓦金基公园水上宫殿 会见波兰参议长卡尔切夫斯基 和众议长库赫钦斯基 习近平在卡尔切夫斯基和库赫钦斯基陪同下 在瓦金基公园水上宫殿前广场 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指出 中波建交以来 两国人民彼此同情 相互支持互学互建 传统友谊发扬光大 波兰成为中国在欧盟和中东欧地区 重要合作伙伴 今天上午 我同杜达总统就深化中波合作 达成广泛共识 一致决定将中波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双方要加强教育旅游地方合作 密切人文交流 挖掘深化两国互利合作潜力 共同谱写中波友好新篇章 习近平指出 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 是双边关系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两国人民增进友谊 交流互建的重要渠道 近年来中国全国人大同波兰参众两院 开展了密切交流合作 取得积极成果 两国立法机构要保持接触 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交流合作 推动中波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得到更大发展 卡尔切夫斯基和库赫钦斯基 欢迎习近平主席访问波兰 表示波兰参众两院重视发展波中关系 愿加强同中国立法机构交流 积极推动两国经济文化地方旅游等领域合作 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主席访问波兰参众两国人